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7月3号星期五 昨天我们已经说了 港版国安法有多么的荒谬 现在看来就是说在荒谬之上 可以说是更荒谬 香港特区政府7月2号发表声明 说严正声明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这是去年反送中 是喊的口号 说这个口号在今时今日 是由港独 或将香港特区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离出去 改变特区的法律地位 或颠覆国家政权的含义 所以这是港独的口号 所以特区政府呼吁社会大众 不要以身是法 什么意思 就你只要喊这个口号 就可以抓你 你就违反了香港国安法 这个已经到了 就是说因言获罪的地步了 而且因言获罪 已经不是说你要喊香港独立 是因言获罪 就是说任何的口号 或任何的东西 只要他认为你是 你就是 你是不是不重要了 说你是你就是 不是也是 这个已经就是说 走到了一个极端了 这已经就是说 是他的法律所 没有办法囊括的地方了 就是说 已经到了 就是说任意的 就是说 翻手为银 覆手为语的地步 这样以后不该你喊什么 你只要上街 你只要喊了口号 任何口号 我都可以说他是港独 是有港独含义 你是违反的国家安全法 你上来 你如果你说习近平治理不当 或者习近平有贪污腐败行为 这个来讲的话 本来就是说 我认为你有 对不对 你说 你这个就是港独 颠覆国家 这是完全不挨着 你知道吗 但是已经 或者你说 习近平长得像维尼熊 对不对 颠覆国家 判无弃 这已经到了 就是说 不管你说什么 都可以算你颠覆国家 都可以盼你无去同征的地步了 好吧 这期间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